不论大人小孩 其实很多人都对看牙医有所恐惧 但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 解决看牙恐惧也有了新的选择 如果他已经都很多的牙齿都已经很严重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考虑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 选择一次看诊中完成 大概只有就是一个叫做全身麻醉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梳眠治疗 一般来说手术时间在三小时以内会比较适合梳眠治疗 但还是要依照病人状况进行评估 他整口牙齿烂掉的情况之下 多数大概要需要三四个小时 那有些更长的需要五六个小时 如果不希望他经由这个插管的方式 就是建立呼吸道 那因为他鼻腔可能会不舒服等等之类 当然他可以选择梳眠麻醉 但是可能就要分两次 就一次不要超过三个小时以上 那如果通常在三个小时以内 那年龄也在两岁以上 然后体重12公斤以上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要进行是比较安全 如果对蛋白质过敏或是有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其他系统性严重疾病的人 也不适合使用梳眠治疗 如果说本身有颅檐 头颈部颅檐一些缺陷或者是异常的病患 那尤其是下巴短小的 那这种的呼吸道上面都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 蛋白质过敏的可能也不是很适合 身体有一些系统性严重疾病的 其实都不适合舒眠的麻醉 最后医师也提醒 舒眠治疗也是麻醉的一种 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选择合格的麻醉师以及医疗院所 民众才能有所保障 黑头健康江宏伦张书云台北报导